感情里,常常会给人一种,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着自己的错觉,女人在遇到自己心仪的男人时,总爱在男人身上,寻找他喜欢自己的证明。 然而,这些所谓的喜欢,很多时候都只是女人的一厢情愿,所以,一,不好意思,我今天有约了,当作为女人的你,主动对她发出邀约,她却总是推托,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,来敷衍拒绝你的时候,说明她的心中可能并没有你的位置。 要知道,事不过三,以此两次可能是真的有事,但是如果经常这样的推托拒绝你的邀请,那么则说明,在她根本不想和你一起出去,不管你多么心仪她,还是她有多么的优秀,你都别自作多情了。 男人这句话,其实是在拒绝你,二,我现在把心都放在事业上了,男人拥有事业心是一件好事,说明她很上进,想要有一般作为,女人也大多欣赏这样的男人。 但如果你对她频频示好,她却说自己现在只顾得上事业,说明她不喜欢你,这只是婉拒你的一种方式。 要知道,成家立业这两件事,从本质上来说是不矛盾的,如果她喜欢你,自然会愿意为你付出时间和精力。 所以,别自作多情,男人这句话,其实是在拒绝你,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,我不想和你在一起。 三,我们还是适合做朋友,如果你们本身是关系不错的朋友,你想和她有更进一步的发展,她却经常说着这样的话,说明她,其实在委婉地拒绝你,如果她也喜欢你,那她是不会甘于只是做你的普通朋友的。 这句话就是在她心中,对你们理想关系的一种定位,她只想和你做普通朋友,并不喜欢你,不要自作多情了。 面对感情,女人真的要分清楚,男人对你好,并不意味着她心里有你,她若真心爱你,就不会用这样的话拒绝你。 四,哦,好这样的聊天对话,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,都很难继续下去。 一个又一个的话题,在这样的回答中被终结,在炽热的情谊,时间久了,也会被这样的冷漠消磨殆尽。 从这样简短的回答中可以看出,对方甚至连敷衍你都不想,只是在出于基本的礼貌回复你。 如果一个男人面对你的关心问候,总是几个字敷衍了事,说明他对你是完全不感兴趣的。 别再自作多情了。 五,这礼物太贵重了。 我不能要女人选择送男人礼物时,一般都是很重要的日子,或者是比较特殊的情况。 但是,就算在这种情况下,那个男人还要选择拒绝你,说明他想和你划清距离,甚至连朋友都不想和你做。 也许,他已经知道了你对他的心意,这种行为已经是在明确地拒绝你了。 所以,别自作多情了,男人这句话,其实是在拒绝你,他拒绝的并不是那个礼物,而是送礼物的你。 西妹有话说,毕书敏在《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》中曾写道,爱让人片面,爱让人轻信,爱让人智商下降,爱让人一厢情愿。 但就算如此,一厢情愿也不是幸福,所以女人要保持理智,当男人拒绝你的时候,就别再自作多情了。